我们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插入函数 那我有个手机按确定 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二三要选三个 那就有同学说老师那这样选三个有点麻烦 可不可以这样刷一下我刷三个就好了 那刷的话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那我可不可以只要刷一个 比如说像我这边可以只要刷一下 那把这三个丢给他 底下这两个不要了 那他一样可以帮我把结果做出来 可是你会发现你刷一下之后 他会在这边会产生一个是叫范围 范围一定是等于什么 一个大瓜糊 有没有第一个资料 逗点第二个资料 逗点第三个资料 那我们假设 要把刚刚这个制定函数再做一个简化 简化意思说呢 只要一个格子就可以了 一个格子 可是这个格子里面呢 他带了三个资料过去 可是带了三个资料过去的话呢 我接到之后我必须要把它做切割 那要怎么切割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做修改 一 一样切到刚刚的video basic 所以以后你们要做那个程式的撰写 第一个一定要先熟悉这个video basic 那我的习惯一定会先把它稍微再做缩放 第二个的话请各位 这边有一个 这边可以调整一下嘛 那记得 只要呢 你只要开过的档案 他这边就会显示出哪一个VBA的project 后面刮壶就那个档案名称啊 那因为我刚刚有做那个 那个档案哦 就是你们那个点名簿 所以我把它关掉 你关掉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目前就只有一个 VBAproject 意思是说我只有开一个以色列档 那接下来的话程式应该写哪里 记得哦 模组里面 因为之前可能有同学好像 我们好像有旧的是录制聚集的部分 所以有同学可能会有什么呢 模组可能不止一个 这边好像有那个之前写过东西啦 之前写过我们好像有讲过那个录制聚集嘛 那就是这两段 所以刚刚同学有问这个 这边有一个什么 就是之前写 这个是之前写的嘛 那这个是新的 那你要如果要区隔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 比如说module 底下有一个空格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比如这个module是 是主要 是聚集 用聚集的这个模组 那我可以把这个名称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修改 OK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module呢 就是for聚集的 那也许这个module1 你要改个名称也可以啦 不过改不改这个没有关系 不是最重要的 VBA Enter一下 OK 刚刚讲的就是 你那个模组 如果你假设写过聚集 你可以改个名称 从这个地方底下去改 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有同学 遇到的状况就是 你打开VBA 这个之后 打开之后 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有些同学的习惯 可能不是很好 看到叉叉就觉得 会把它关 把它叉叉 然后看到叉叉就学 把它按下去 看到叉叉就把它全部呢 通通把它关掉了 然后呢 你的VBA可以打开 就变这样了 当然你也不用觉得 这个不是什么太可怕的事情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觉得很悲剧 这糟糕怎么办 然后呢 想说关掉之后 再打开会不会恢复正常呢 好像不会 他怎么办呢 他就说老师这样会不会重灌 我说不用 这个干嘛重灌 那你要怎么样把刚刚的东西叫出来 其实非常的简单 请你找到检视 检视里面呢 我们的左上角那个东西叫专案总管 OK 所以你把专案总管打开 下面的东西叫什么呢 检视里面叫属性视窗 它下面就出来 那你要怎么把程式打开呢 很简单 把这个刚刚你的模组的名称 点两下 它又打开了 那你关可以关 这边没关系 那你不要整个把它关掉 关掉的话记得从检视呢 里面去把什么呢 刚刚讲的专案总管 所以呢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有些东西漏掉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边找 这个呢 就是属性视窗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叫出来了 那程式呢 基本上就在这边写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制定函数 刚刚是制定函数 我需要给三个资料 但是我希望改一下 改什么呢 也许叫手机范围好了 我以后的话我只要给一个 调切给一个一个引数 另外两个不用 那怎么做 最最快了 当然第一个 你可以在上面插入程序 名称的话呢叫什么呢 叫手机 后面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叫手机范围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这边输入那个手机 加一个范围好了 因为我一次呢 给三个资料 手机范围 OK好 那记得呢 一样是方选 插入程序 记得你插入程序的时候 油标一定要放在右边这边 你不要放左边这边 不然这个地方好像灰色的 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我需要一个引数就好 刚有123 我只要给一个 叫手机业者 后面一样加一个范围 手机业者范围 OK好 那将来的话就只会有一个格子 那他会看到是范围 所以会一次选三个 可是选三个之后的话 那我程式 刚刚的程式写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修改 基本上呢 因为他一次给你三个 所以特别注意 给你三个的话 你可以自己切割 那怎么切割 这个概念大概这样子 如果他一次给你三个 那你用什么来接呢 我习惯是用一个A的变数来接 所以这个A呢 里面就有三个 那第一个怎么去指向他呢 其实A 他会先列 再蓝 OK所以如果你要抓第一个 你就是A刮弧1之1 表示这个 这个的话什么 A刮弧1之2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就表示他 那依次类推啦 第三个A刮弧1之3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基本上请各位 把那个刚刚的动作 稍微做个变化 A 这个A的变数呢 是自己取的名称 当然你也可以取别的名称啦 好不过我习惯是用那个一个阵列的话呢 就是用A来取的名称 然后呢把什么呢 把使用者给我这个引数 先怎么样 先丢给A 这个意思说后面的东西丢给A 那这个等号呢实际上 它在这里的作用啊 基本上就是叫什么呢 叫负与值 把后面东西呢 的资料呢 丢到前面的A里面去 这个说这里面不叫等于啊 这个应该叫负与 后面的东西负到负与到A 那再来的话 后面就是说呢 那我要把最后的结果串接起来的话 其实可以拿上面这个公式啊 拿来稍微做修改 所以我把上面啊 记得第一个 他返还的结果 一定要返还给自己 那因为上面的名称叫手机啦 这个地方叫手机范围 所以呢我们就是09 第一个资料本来是从电信业者过来 可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把一个资料变三个资料 而且丢到A里面 那所以我要切割他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A刮弧1之1 1豆点1 就是第一列的第一栏的资料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那个就是这个电信业者 那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A1之2啦 那这个逻辑上一样 所以我可以拿这个 Ctrl C 把这个怎么样呢 把它贴上 改成2 就是我的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二个资料 那第三个资料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 把它贴上之后改成3 OK 好 应该没问题吧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试 再来的话就是试一下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结果正确与否 游标放这里 插入函数 手机范围 直接给个范围 刷一下 三个一起过来 看到结果有没有正确 正确 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就是手机 刚刚是制定一个手机的函数 那现在这个地方是手机范围的函数 OK 那把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你这个地方 因为刚刚同学好像拍照 有时候会 刚刚同学来这边 我干脆帮你拍照好了 我帮你把它拍照 放哪里呢 放在云端上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要找的话 请你到云端上面 还记得那个云端吗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那个云端的网址一定要记下来 你自己再到这边 应该会比你自己拍照清楚 所以刚刚的一二三都在这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其实也用了蛮多云端的相关的应用 所以教学上 当然如果配合云端 相对的其实会方便许多 因为我把东西放云端 那你自己再到云端上去抓 其实相对的 我方便你也方便 那未来那个工业4.0的 这个工业4.0的 这种架构里面 未来所有的资料呢 也都会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我想将来 除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外 我还是建议 你可以把云端的 这个应用 可以先了解一下 如果你对云端不太熟的同学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结束了